各位街坊 五安 我們人民力量前線的團隊 我叫蘇達良 我也是住在這區的街坊 人民力量成立了只是短短半年 都是由一群在民主運動上 奮鬥很多年的人造成 他們不滿意去年民主黨 民憑和建制派一起推動 一起通過的政改方案 因為這個政改方案是出賣了香港的民主 所以我們現在在每一區 推出我們對這個民主運動的理解的藍道 告訴大家 我也會在這個區域服務大家 政府在今年會企圖推出這個立法會的 替補方案來取代舊有的補選方法 他們說要堵塞這個漏洞 其實這個所謂漏洞 就是我們民意相顯的一個巨盜 我們認為絕對不是一個漏洞 不需要堵塞 所以我們要求政府接回這個替補方案 不需要任何的指訊 不需要任何的指訊